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讲解一下UCOS的第五次课 代码的离界段资源和共享资源这些概念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概念 代码的离界段 主要讲解的是离界段 那什么是离界段呢 离界段呢指代码在处理的时候不可飞割的代码 一旦呢这段代码开始执行了 不允许中段的打入 好这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如果学习过一些硬件的操作的话 都知道我们在做微度测量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一个DS18B20这个单总线协议 这样的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DS18B20呢是一个单总线协议 我们都知道DS18B20对时序的要求非常严格 比如说我们通常呢是把这个DQ数据线给它拉高 拉高以后呢延时 比如说延时两行秒 然后再把DQ总线给拉低 好比如说我们这整个过程 在整个这三步执行的过程中 是不允许中段打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对这个时序要求很高 比如说这个两行秒是不能超过两行秒的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被中段打入了 那中段执行的时间呢可能比较长 那会远远的大于两行秒 这样的话这个DQ的数据线呢 它就变成这样了 一个高电瓶 然后一个低电瓶 但是这个高电瓶呢就不再是两行秒了 可能变成十行秒 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呢就出问题了 好这个呢就指的是这个离界段 就是代码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不允许中段的打入 这个就叫做代码的离界段 好那为了确保我们这个代码 在执行的过程中 不会被中段的打入 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那很简单啊 在执行这个离界段代码之前呢 关中段 这个离界段代码执行完了以后呢 开中段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 对这个离界段代码的一个处理 好那也就是说 在进入离界段代码之前 需要关中段 好 然后呢执行完离界段代码 我们要开中段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如果我们不开启中段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中段就进入不了了 那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能出问题了 好这是第一个代码的离界段 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离界段代码 并且在处理离界段代码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实用的方法是 关中段和开中段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概念 资源和共享资源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资源 好我们这个概念呢是任何为任务所占用的尸体 都叫做资源 比如说我们这个打热机键盘显示器 我们某一个任务使用到打热机了 某一个任务使用到键盘 某一个任务使用到显示器了 那这样的话键盘打热机显示器都是资源 但是呢比如说在这个任务中 我用到了一个变量 在这个任务中我用到了一个速度 那这个呢也被称为一个资源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操作系统中的资源呢 是广义上的资源 也就是说任何为任务所服务的这个东西 我们都被称为一个资源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共享资源 什么叫做共享资源呢 简单来说就是被一个以上的任务使用的资源 就叫做共享资源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是一个全局变量 好全局变量呢 假设它是一个LED的状态 LED flag标志位 好在一个LED任务中呢 我们也要对这个LED flag做修改 或者说做使用 而另外一个按键任务中呢 我们也要用到这个LED flag 那这样的话 这一个变量被两个任务使用 首先这个变量是个资源 接下来这一个资源 被两个任务使用 那这样一个资源就被成为一个共享资源 好那使用共享资源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手段来保证共享资源 不出位体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LED灯中 把这个flag刚刚为修改为1 然后在按键中呢 又把它修改为0了 就说在代码执行到这个地方 LED任务把它修改为1 接下来来判断这个状态 好 但是呢 我们在这条语句之前呢 按键呢 刚把它改为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出位体了啊 我把它改为1 这个时候判断 我们应该是1 但实际上 由于按键这个任务的作用呢 它已经变成0了 那所以说 对于共享资源的防卫 我们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叫做护赤 好 那必须满足护赤 那我们来看一下 满足护赤的时候 怎么来满足护赤 那这个护赤这个概念就比较好理解啊 互相排斥 就是说 我使用的时候 你不能使用 你使用的时候 我不能使用 或者叫做独占 或者叫做独占 就是说 一个独自占领 好 那要想满足护赤 或者满足独占的方法呢 有以下几种 首先第一个 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关中段和开中段了 刚刚我们说的 我们只要把中段关掉了 任务呢 也就不会掉度了 好 所以说第一步呢 是关中段 和开中段 这个呢 最简单啊 在使用这个全局变量 或者说共享资源之前呢 我们首先把中段给关掉 当把这个共享资源 使用完毕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中段 给打开就行了 这是第一个 关中段和开中段 第二个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测试并置位指引 好 测试并置位指令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看 好 假设呢 还是刚刚的啊 我们一个LED登任务 和一个按键任务 都会使用到一个 共享资源 叫做LED Flag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测试并置位 那测试并置位是怎么做呢 它是这样处理的 好 我们首先呢 再加一个变量 好 或者说再加一个未变量吧 这个变量呢 叫做Bit变量 我们把Bit变量呢 初始化为0 当LED这物要使用LED Flag的时候 首先判断Bit呢 是否等于0 如果它等于等于0呢 我们就把Bit呢 给制成1 那Bit等于1呢 就表明 我们这个LED Flag呢 正在使用 那接下来就可以使用LED Flag了 使用完毕以后呢 我们再把Bit呢 给制为0 好 这样的话 每一个任务在使用LED Flag之前 首先判断Bit的状态 判断完毕以后 如果能使用 就把Bit置为1 使用完共享资源以后 再把Bit置为0 这个方法就叫做测试并置位指令 而我们发现啊 这样的一个测试并置位指令呢 就很好的避免了 我们这个共享资源的一个防卫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方法 好 第三种方法呢 叫做 记止 然后允许任务切换 实际上就是 首先进行那个是任务 记止切换 接下来呢 是 使用 使用完毕以后呢 就是允许 任务切换 这个和关中段和开中段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在使用共享资源之前呢 我们首先 记止任务切换 好 因为不会 任务切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被别的任务所打断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共享资源了 使用完毕以后呢 接下来开启任务的切换功能就行了 好 这是这第三种啊 记止 然后允许任务切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种 使用信号量的方法 使用信号量和我们使用测试并置位这个指令呢 是差不多的 好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进行 使用共享资源之前 我们首先呢 开启一个信号量 好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 还是这个共享资源 使用之前呢 我们首先呢 来使用一个信号量 好 我们用这个信号量来约束共享资源的防卫 怎么办呢 首先还是这个信号量 假设呢 这个共享资源正在防卫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信号量呢 给置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防卫共享资源 防卫完以后呢 再把这个信号量变成零就行了 只不过在这呢 我们需要注意啊 对于信号量呢 它有两个专业的术语 一个叫做获取信号量 一个叫做释放信号量 也就是说呢 我们使用共享资源的时候 首先来获取这个信号量 获取到以后呢 然后呢 就使用共享资源 使用完毕以后呢 再把这个信号量呢 给释放就行了 好 这是这 这四种方法啊 也就是说我们对共享资源的访问呢 要满足这四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死索这个概念 好 什么叫做死索呢 好 死索呢 也被称为boss 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任务 无限期的互相等待对方控制的资源 好 这个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好 还是刚刚的 我们说到了一个共享资源 好 我们刚刚说有一个LED flag 这是一个共享资源 好 LED这个任务和按键这个任务都在使用它 那同样我们也有一个叫做 假设我们在这还有一个叫做K flag 也就是说按键也有一个共享资源 好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了在LED灯这个任务在运行 在运行的过程中 LED灯呢 它需要等待K flag这个资源 但是K flag这个资源呢 被谁呢 被按键使用着呢 那这个时候呢 LED灯呢就被自己给挂起了 它要去等待这个资源 但是这个资源被按键使用 那它被挂起以后 按键呢就开始运行 假设运行到这个地方 按键呢要等待LED flag这个资源 但是这个资源呢 又被LED这个任务使用着呢 好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LED等待按键的资源 按键等待LED的资源 那这个时候呢 最终的结果 这两个任务呢 就被死索了 就是Buff 你等待我的 我等待你的 但是最终呢 谁也等待不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就被成为一个死索 就被死索了